8月10日,易阳千玺代言了某品牌洗发水通过官方微博,发布了一则最新宣传片。 在微博中,该品牌表示他们获得了某大赏真轻盈朝发大奖, 同时由该品牌全球代言人易阳千玺,给大家带来榜单同款惊喜好物,同款好物会在线下和大家见面。 千纸客们看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开心,大家又可以在线下偶遇易阳千玺了。 在该宣传片中,不光有易阳千玺给该品牌的注意,还有一样千玺拍摄该品牌广告大片的花絮,让粉丝们看了心动不已。 在广告大片的花絮中,易阳千玺身穿红黑皮衣,因为拍摄的是洗发水广告,所以自然少不了聊头发的镜头。 看到易阳千玺聊头发动作,不得不感叹易阳千玺的发量确实非常惊人,头发不是一般的多,让许多脱头少女很是羡慕,拥有这么浓密的发量。 怪不得能代言洗发水,不知道买了易阳千玺代言的洗发水,头发是不是就能像易阳千玺一样多了? 除了易阳千玺的发量值得关注之外,他聊多头发的动作也是缩到不行,易阳千玺聊头发时虽然一脸严肃不真,但是也难言帅气。 粉丝们看到后纷纷表示帅到窒息,甚至有粉丝趁易阳千玺,这是在持帅行凶。 还有粉丝则说易阳千玺聊的不是头发,是千纸和我们的心,易阳千玺本来就已经非常帅气,再做出这么聊的动作,也难怪粉丝们这么激动。 并且易阳千玺在聊头发的时候,露出了优越的发系线和额头,没有刘海修饰的易阳千玺多了几分英气。 不得不说,易阳千玺有着正宗的见眉心目和标准的脸型,再加上他勾魂射破的眼神,简直是撩人而不自知。 粉丝们如此强烈的反应,也是情有可原,随着易阳千玺年纪的增长,他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团子了,而且还摆脱了当年的孤盖头发型,尝试了更多更有突破语型的发型。 离开祖传公盖头的易阳千玺棱角愈发鲜明,眉眼间也多了英气,简直说到不行,并且极具时尚感的易阳千玺,能hold住任何发型。 不论是大背头、子鱼头、辫子头,还是电影《少年了你》,终极将要尝试的寸头,易阳千玺都能很好的驾驭,让人非常佩服。 同时,小编从易阳千玺聊头发的动作,还看出易阳千玺不光发亮度,发质似乎也很好,这样的洗发水代言人还是很具有说服力的。 粉丝们在看到易阳千玺的头发之后。